我们可能那个电梯坏了 我们要走楼梯好可疑 有十二位 是 我们刚刚要看 在这边上的路要不断呢 嘿 在这边上的路口就停了 这边上的路口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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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多危险 那个是路口 是放到另外一条路里去的 这是这个建筑的 然后的第一个路口 短左 短左 哇 哇 好 大家看看我的水一样 哇 你看我多水 不然你上下来 还有帅帅的照片 对 看来莫莫 莫莫 一副长年女司机的样子 她是个成功的女司机了 小心啊 不过没关系 这才我做 因为她不应该出门 到了 好了 嗯 不过没关系 你这是有filter 我感觉我的脸好像好 好美啊 嘿嘿嘿嘿 我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多少的银两 我40块钱 你要给钱不 对 因为呢我们可能有说 要看看她是要付现金的 这单是45块钱 46块钱 那我就要看看有没有6块钱的硬币 2 4 6 有人在数钱 很多钱 那我一般是这边放银币 这边放纸机 哎 一个外卖小哥 这欠钱 好 每天去的时候呢 因为我老是忘记我的代号是什么东西 这边因为我代号是什么 我直接原地包装 走路戴上手机 这多久之后才能拿到单 理论上来讲她应该已经做好单了 但实际上来讲呢 这家呢基本上是天天都晚的 所以我们可以chill多一会儿 等这个空调软一冷 我又是两个 现在到时候路都是差不多的 好 我们现在到了575是一个单数 一边呢是单数 另外一边是装束 这571 好575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看看我们送的是哪一单 575是食堂 看到吗 是食堂餐厅 那么我们呢 就要把食堂的单子给大家 好 慢慢拿着吧 这个是现在我们要联系一下客人 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联系客人 发个短信 给客人 跟他说餐已经到了 对 你打个电话吧 我打个电话 你好你好 我这里是饭头饭卖 然后你点了餐到了 好 那放在门口吧 然后我去拿 谢谢 给您帮忙 谢谢你 好的 好了 这个时候他就把刚刚 拿的那个 菜 然后拿了 然后给他放在家门口那里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人家的家 然后他就会放在那里 然后有时候 通常来说他应该要拍个照 但是他打了电话了 他就没有拍了 然后他现在就回来了 然后弄这个造型 贼男看的造型 然后就回来了 你怎么这样子拍我 还说我坏话 我听见了 下一单 下一单 我们要不要看一下这单赚了多少钱 这一单单到完全订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 slash订单 然后问我们是不是 喝肉 好 来 我们可以看看收入多少钱 如果弄那个地址 我今天是driver 你送的 太单元 嗯 可以 这单就 一下子到了 好 2 hours later 嘿嘿 今天我当司机 这位先生正在联系客人当中 但是客人好像没有回 那你就只能把这个餐放在他门口那 然后发个短信 然后发给他看就ok了 是啊 好啦 那我们有下一单的订单吗 还是我们现在在等订单 我们在等订单 这单赚了多少钱 我还没有花 later 我们忙中偷闲 因为下一单是 是 6点45分才 然后现在都还没到六点半 所以我们打算来预备 chat time Go Go inside 拜拜 Go inside 请了一场门回 13 13 13 We order two drinks 嗯哼 Let's wait for the drinks Hello Welcome to our channel Welcome to our channel We order two drinks We order two drinks We order two drinks 这是我的 这是matcha 我最喜欢的matcha 这是谁原来不是我 妈呀 你这人怎么热呀 赶紧进去吧 给大家看一下他又在那里 等人家出来拿外卖 还是啥 这个是房东啊 这就尴尬了 在那等着他 什么东西 他为什么突然间后退了几步 是看见了狗了 他给了那个男的 然后他又屁脸屁脸的走回来了 屁脸屁脸的走回来了 哈喽 哈喽 那个老人家 为什么拿了你们 那是房东吧 我感觉也是 那你 刚才有个姑娘 谁早点衣服都不穿 出来了 走走走走走走 摔了一脚 然后爬爬爬爬 爬回了房间 你死定了 你看见人家没穿衣服 不是 他自己不穿 我不 我也不知道 哎呀 要找来干嘛 我看不到他脸呢 我不 我不 我难受 神经病吧你 看他笑了 穿那衣 神经病 不是他穿那衣 你没穿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房东也看见他不穿衣服了 然后他就跑过去了 把你摔到了地上 好尴尬 可怜的我 要走楼梯上十楼 现在走到了三楼 咦 马上就到了五楼了耶 好像是 因为这里没有四楼 也没有十四楼好像 看一下 这楼又高 就走一丢丢 就开始喘气了 好久没走楼梯了 可怜的我 要走到十楼 真的很想吐一下 那些 要走到 Penthouse的人 得多累啊 唉 真可怜 我现在已经 走到八楼了 还有两层了 哎呀 我已经喘气了 不行了 真的是 第一次 他们变梯 今天很早就发现他们的问题了 终于到了 是 来 干点身体 到家了 终于到家 看看 看看 然后 刚刚 就是走楼梯上来嘛 然后我家住十楼 然后就 回来之后呢 就是整个人都气喘吁吁的 然后呢 赶紧上个厕所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 现在已经 将近九点了 然后我也不打算继续跟凯文一起去送外卖了 剩下几个小时就他自己一个人去送吧 其实 也没有多少个小时啦 他今晚好像是十一点钟下班 然后 现在都九点了 他自己就自己干活干多两个小时 到九点之前吧 都是我开车 然后他就是负责去拿单啦 然后直接送给那个客人 然后我就专程成为了他的司机 他雇佣的司机 是的 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送外卖 其实送外卖吧 如果你的单多的话 其实送外卖一点都不比 就是 就是固定的岗位 的钱要少说实话 前提是你单多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你单少 然后要等单的话呢 可能就会 比较低一点 但是如果你单多的话 一个小时 如果多 多的话 应该能赚个二十多块 三十刀其实也是可以的 如果那个距离比较短一点的话 然后刚好拿了所有的餐 然后那个顺路 然后刚好又送过去的话 一个小时三十块钱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般来说 就是一般单不算特别多的时候 一个小时的话能赚个十几到二十刀左右 就是看情况了 今天的话呢 前两个小时好像赚了三十多刀 然后之后我也没有一直问他 没有一直问他每单赚多少钱 就是前两个小时我问了一下 就好像他跟我说好像是三十二块多 就是平均下来每个小时才十六刀 然后 其实 多不算多 少的话呢也不能说他少 就是就这么做是吧 是的 好啦 那到时候 怎么说呢 今天的vlog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这个vlog的话呢 就给我点赞评论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吧 那下一期的话呢 我再录一些其他更有趣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也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的频道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啦